哈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阿表缩表 还是AI评学全球范围内最受欢迎20支表 这期呢从第15名到第11名 上期分批很多小老板吐槽说看的不爽 那我们还是一条就完事儿 亮大环保 废话不多说 废话也说这么多 直接开干 第15名 劳力士GMT格林尼治126710BLRO 俗称可乐圈 GMT没标明具体的表达类型啊 那就都介绍一下 5租带工价呢是91200 20行情14到16万 豪实带工价89500 20行情12到13万 发布先后上来说 5租带其实要更早一点 豪实带后发 表在中格呢都有抛光部分 很多人都觉得格林尼治 更接近一个高级水轨的位置 但是我觉得呢 其实格林尼治还是有很多 很特别的东西在里边 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 我觉得算是合理啊 毕竟价格上来说 辨识度上来说 相较于劳力士最热门的水轨和敌 还是略有差距的 格林尼治的尺寸和水轨类似 但表的重量上来说 格林尼治要比水位要轻一点 所以作为高位选择 舒适度确实也会更好一点 觉得合理 各位小老板就可以扣个1 觉得不合理的话 就可以扣个高了或者低了 接下来聊到可乐圈 那就说一说 最近可乐圈涨价了 这么个问题 有船员可乐圈24年要停产 更换为红黑圈 我个人感觉这个概率还是挺大的 停产这个事呢 我们结合一下价格问题 和为他上网的 不是国民圈 而是红蓝圈一起分析啊 可乐圈更贵也更少 主要原因就是 自产的红蓝外圈 这个桃子圈报复率很高 不知道小老板没有发现 除了劳力士之外 其实是没有别的品牌 能制造红色的桃子圈的 普通桃子圈都是用氧化钩烧的 但是氧化钩 它是不能做成红色的 红色显色的那个化学物质 没有办法和氧化钩融合 所以可乐圈为了红圈部分 它得专门用 繁土氧化矿物和氧化铝 做结合 一个桃子圈两种成分 还要用粘合剂 把它拼在一起 一起烧一起切割 你是不是想要都觉得挺麻烦 良品率低 其实材料成本关系不大 但是让瑞士那些金贵的手工师傅 他们休息时间少了 那劳力士肯定要狠狠地 收割我们的小见解 氧化钩不能显红色 繁土不能显蓝色 但是他们都能做成黑色 所以出于成本和产量的考虑 红蓝圈被替换掉 以后可能就只用繁土 做一圈红黑嘛 确实更符合 劳力士一贯的制造思路 而且不知道各位小老板 没有发现啊 早期可乐圈的颜色 18年19年那个时候 红蓝圈它那个颜色和饱和度 其实要更高一点 因为感觉它颜色会更粉一点 市面上呢 我们叫它马克一色 MK一色 后续颜色一年比一年更深 整体颜色呢 就越来越偏紫 就是红和蓝两个颜色 都会偏紫一点 叫MK二和MK三色 估计就是劳力士为了降低 磁品率已经调整过配方了 这种暗感其实在劳力上 非常非常少见 毕竟星空骂7月0 它都能到新款 升级发布 所以我是有一点相信 劳力士在双色陶瓷圈上面 是有点难言之隐的 停产红蓝圈可能 真的是在比心 第十四名 DDoor B1 792 30M -0002 41大号黑钢B1 目前二手黄金 非常香的一个款式 工价呢 是30300 二手价格是在13000到15000之间 相对于1958黑来说 还是要便宜一点 虽然国内来看 39尺寸的1958 可能会更受欢迎一点 但这个差异呢 我感觉应该是在手腕上 毕竟国外那边人 手腕都要大一点 这是一只我觉得GPT评选位置 非常合理的款式 在我的心目中 DDoor B1一定能上榜 一定要上榜 但也应该处在一个中下位置上 各位小老板觉得合理就扣个1 觉得不合理就扣个高老或者低了 作为劳力士水轨的最佳评题 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欢说评题这个词 但毕竟是劳力士自家的私品牌 那他不是评题 那就真的没有评题了 作为DDoor唯一入选的表款 他确实很有代表性 女权金针 不仅复刻了中古水轨的设计 把头啊 表节链接触啊 其实也加了很多现代的设计 MT5602基金 70小时动触 无卡度快调 贵优斯 配置高的乌乎起飞 加上售后呢 直接走劳力士的劳福 维护成本和便利度都非常高 其实我觉得排在后十位的中段 非常非常合理 又是一款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表款 各位小老板们自行评价 你们觉得他值不值得为GPT排在第13名 表某人呢 掐过大金工的范 有些话呢 我就不好说太狠了 SBGA211G 俗称叫雪花盘春冻 最最经典的春冻Grand Cycle表款 公价呢 是4万3 二手两万出头 全态材质 春冻机芯 盘面弄写 在我还很赶紧的时候 我专门说过这个表 各位小老板有兴趣可以看见 应该是22年 我专门说过一期SBGA211的这个款 当然就算我觉得Grand Cycle 不但应该排这么高 但Grand Cycle的盘针 还是可见可点的 优秀的工艺和实践表现 绝对不弱于任何一个顶级品牌 顶级品牌 Grand Cycle确实也靠着盘针设计 杀出了众多品牌的围角 成了这个榜里唯一的一支非瑞士品牌 Spin Drive机芯 春冻机芯 也算是机械表里的一个异类 实用价值非常极致 类似于电车里的那种增成人士吧 用手摆动的机械能转化为磁能 再从磁能转化为电能 为时音的走时部件提供动能 毕竟走时靠的是时音嘛 所以走时稳中稳 机械部件能维修 但时音部件如果坏了 你是不是可能只能去原厂换呢 简单来说 你就是会被品牌放随意揉搓 他说你一万就是一万 说你两万就两万 刚在以前垃圾 现在做的其实也算不错了 现在的Grand Cycle 虽然品牌力产品率上都已经做的不错了 但不管怎么说 JS作为附身的新型品牌 还是营销大于本身的产品力 JS可以买内容做流量 可以买渠道投广告 但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办法 塞钱给TradGBT的吧 AI它能排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 还是比较公正的 说明只要你的作品有调性 有品位 有流通性 市场还是会尊重人人作表的新型品牌的 第十二名 宇博大爆炸 301.SX.130.RX 44表金 工价是9万2000块 二手行情是45000左右 各位小达我们自己评价 反正这是整个培行榜里 我唯一一款完全不理解的款式 宇博作为机械表 现代设计的开展笔组 上榜 我觉得OK 宇博这个品牌呢 还有非常非常多 像麻多娜这样的真爱粉 而且你换句话说 你关子塞口都上了 宇博能不上 我觉得这是OK的 但是这个款上榜 我真的很不能理解 这表你说要外观 也没有特殊材质 要基金 它是个统计啊 要说影响力 它肯定也不如什么刺青 要说性价比 它也不如金简如何 你想想看什么大爆炸灵魂啦 什么MECA10啦 411 Unico G10啊 这些 哪一个影响力 关注度都应该远高于统计的301啊 关键它的价格上 你说也不是很美好 如果你真的只是喜欢宇博的外观 显像性价比呢 金简融合 二手 一万块钱 两万块钱 三万块钱 那一大把 要溢价 保值 炒作度 小花呢 也是非常牛逼啊 比这个玩意反而高级三楼 宇博这个品牌呢 都谈这个表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外界批评的声音很多 宇博外观 骚气的历史地位 其实也很高 一看年轻设计风格的万表 包括什么罗街杜比 包括雅典的新款 甚至理查 他们肯定都是有借鉴到 因为宇博的成功 才创立了新的设计理念 唯一可以诟病的历史短 人家现在也在努力 用筒机 人家也在更新 像Meka10啊 用那口机芯啊 还是相当有质量 这么一个长得帅 又努力的品牌呢 在LVM10的桌下 我觉得售价售后 也能逐步的有所发展 我觉得是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唯一一个宇博 我完全接受不了的问题 就是沉迷的舒适度 一千个手帮 能戴出一千种痛苦面具 表扣歌手 一言以逼之 这玩意儿就是他妈新剧 抖M条形用的 第十一名 也是这一期的压轴 卡迪亚 W51005Q4 大号坦克 整个榜上唯一的一支 女款万表 公价呢 是59520毫金 是一万五左右 一款 有点诡异的 奸金卡迪亚 我刚吐槽完宇博的宣冠 到了卡迪亚 你们发现 GPT真的妈也挺懂的 你们看啊 日志星座 GPT选的都是全钢 一到卡迪亚 就开始给你选 一些奸金表款 我估计他也知道 卡迪亚作为万表 珠宝性质 不容忽视 各位小老板权的 排名合理 就扣个1 不合理 就扣个高了 或者低了 作为第一女表品牌 卡迪亚不可能不上吧 位置我也基本认可 你让我写一篇论文 买女表 为什么买卡迪亚 我能写3000字 写为什么不能买卡迪亚 我也能写3000字 所以关于卡迪亚 到底表怎么样 我就审略了6000字的吐槽 大家也都知道 我要说些什么 反正坦克和蓝球如果让我选 我估计也会选坦克作为代表 既是少见的方表 流动性呢又比较好 容易买到 宝质率在女表里 也算得上是最一线的 虽然也都不是很好 难管万表呢 占了二十分之十九了 把女性客户 所有关注融合预款 我觉得GPT排出来 卡迪亚坦克 就应该已经是最好的代表 顺便说一出二手女表的问题 众所皆知 表本人这里很少有女款二手 为啥 宝质率堪忧 原因有两个 第一呢 是绝大多数女表 可能还是男客户 买了送人为主的 二手送女朋友啊 送老婆啊 总还是会有一些 微妙的感觉 二呢 就是在市场里边 自己淘表的女性 往往都更容易看中 像劳力士啊 百拉菲利 艾比啊 这类尺寸比较 适中的运动表块 这么两项一结合 二手传统女表的保质率 就要弱上很多了 那二手女表 是不是真的完全没有市场呢 其实还真不是 说来扎青 市面上绝大多数 二手女款万表 都是买来送给自己的妈妈的 只有妈妈 她不会在乎 你送的是二手还是新表 是卡电还是老历史 他们只会在开心之余 担心你会不会太辛苦 OK 那么进行ChatGPT 评选全球最受欢迎的 二支表的15到11名 这次就介绍完毕了 最近会抓紧时间更�� 赶紧把这个 二十支表 早点都介绍完 感谢各位小老板 最后还是广告 买博买博买 转发表 来计方式在下面请记得可以直接私信我 OK 那么 拜了个拜 记得再练